第一個呢我們先講到那個Light Threshold Light Threshold是 看一下RDM Light Threshold呢 Light Threshold其實像什麼呢 它就是把那個太小的那個亮度給 打掉了 所以我們在Arnold Renderer裡面呢 我們看到Lights 這裡一個Light Threshold 它本來是0 所以呢它就可以調整某一個亮度 在那個亮度之下的全部把它調黑 它這裡沒有在跑 等一下 你看這樣拉回來有沒有看到 所以亮度在低於 0.06下面全部變黑了 有看到嗎 像這種類似的功能很多 比如說在聲音的軟體處理上面呢 有低於多少頻率的 就把它尬掉的這種功能 或高於多少頻率的就把它尬掉 那個叫Low Pass還有High Pass 然後在你做Rigging的時候啊 你是不是會選到一些點 然後它圖選那個點的時候 你會看到權重低於 比如說0.1的好的 0.01的你可以通通都把它尬掉 所以這種類似功能很多 OK嗎 好這個是Low Light Threshold 這是我們剛剛那個講義的最後一張圖吧 OK 那現在呢我們再把下一個講義交出來看 下一個講義呢要討論的是Aerial Light 那我們剛剛就是在用Aerial Light Aerial Light其實目前效果還是最好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有機會 就可以考慮用一下Aerial Light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Aerial Light去模擬那個戶外光源 所以呢 這個檔案好像又是另外一個檔案 我們可以把戶外光源先刪掉好了 因為我不想再重做 重叫檔案 所以我想要直接把外面那個燈 直接給尬掉 這裡本來有一個燈嗎 咦不行 這樣子的話做起來就不太對了 所以我應該看一下哪一個檔案可能比較正確 這是後來下載的Exercise File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Aerial Light Attribute 所以應該是0201這個檔案 好可怕一直都出問題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在場景裡面 這邊先看一下OK 然後我們看一下Outliner Window Outliner 它的Light 目前好像是沒有的 我要怎麼確定呢 我們去看一下Panel Perspective裡面的Camera1 這邊先開Arnold的Render View 應該是這個按鈕OK 我們看一下它的視窗算出來的是全黑 所以目前是沒有燈光的狀態 OK嗎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準備做第一個Setup 就是模擬戶外的光源 那剛剛的ArnoldRender View 建議直接關掉 因為它躲在這個地方 可能還在update當中 還在算 有點愚蠢 所以我們就 先把剛剛那個部分給 視窗給關掉 那這個視窗可能 我們看一下這個Material 這個Material 這個Material Attribute嗎 沒有 好 Ari-ray Switch OK 那我們現在呢要做一個Area Light 所以你就可以create一個 從這邊好了 這樣你可能比較習慣一點 這樣就不用記太多 Area Light在這邊 一個Area Light 那按4看一下我們的Area Light在哪裡 哇賽到底在哪裡 OK 這是什麼地方 喔卡在碰屏裡面 好 這個有點 對啊 這個有點厲害 超可愛的 糟糕 這樣子會選到不該選 所以你可以把Selection Mask 裡面的Geometry關掉 這樣就選到燈光 這個選到燈光 把它拉出去 好 這邊太小了 對 所以呢先把它拉一拉 然後再來呢 調一下它的位置 先隨便調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希望要做一個 Orient Constraint 做那個約束啊 約束估計是讓它就是跟 我們的 這個平面呢 是一樣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燈光呢 我們現在把它取名為 Begelight 取名為Begelight 然後這邊呢 現在要做一個Orient Constraint 原因是因為 我們希望它的方向 就跟這一塊板子是一樣的 這邊做一個Orient Constraint 好 這邊呢看一下 Orient Constraint呢 是先負後子 所以先選到負物件 Geometry被我關掉了 先負後子 現在呢去找約束 約束的話呢 這應該是Rigging裡面的 Constraint 約束 那這邊呢 做Orient Constraint Orient Constraint 做了以後呢 發現它的角度是錯的 所以呢 Ctrl A叫出attribute 我們要去找Orient Constraint的問題 這邊是Orient Constraint 它目前的這個方向 我看一下 Asys是 0 0 0 Rotate 這個Orient Constraint 怎麼 等一下 這樣子被約束了 這個角度不對啊 先負後子 等一下再擋度回去好了 看一下 先負後子 沒有錯 Orient Constraint 看一下參數 Constraint Asys 哦 這個是對的 從這邊看一下 我這邊是露了什麼 Maintain Offset Constraint Asys 沒有錯啊 Oh Offse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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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先Add 對沒錯 Add了以後呢 我們先看它的那個Orient Constraint 它這裡有三個軸 XYZ三個軸 所以現在你要調它的SYZ三個軸 首先呢 再 我想想看 X軸 我剛看的好像是90度 90 OK 再來是它的 你看它的方向是不是就一樣了 所以我現在如果去移動它 它的方向是不是都跟這個地方是一樣 有注意到嗎 所以現在是S軸90度 那因為這個地方已經被鎖起來了 如果說它沒有鎖的話 我先undo一下 unlock一下 這時候會看到如果去動這個平面 有沒有看到兩邊的方向會一樣 對吧 所以現在是方向鎖死 然後渡回去把它鎖死 好 這邊你就可以讓這個Area Line 盡量貼近這個平面 貼近這個平面以後呢 我們再設定它的 哇塞 為什麼要設這麼多 哇 還囉嗦了一點 OK 好 這邊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它 因為我們在講義這邊 其實這邊Bag Line這個物件 後來真的有解鎖 那解鎖以後呢 現在要移動它 移動它的時候 就變成說你必須要讓它是 軸向是要 它個別 它自己的為 應該說是以這個物件為基準 所以呢 這邊的Assets 要設為Object為Assets 而不是世界坐標軸 所以你回到這邊來 你可以看一下 在Map Painting這個地方 Map Painting是代表 這一塊其實是它的背景 它的背景 戶外的一個背景 那這邊呢先Unlock 解鎖 解鎖以後呢 你要移動它的時候 你看它這個方向 並不是這個 多邊形的面的 髮向那樣方向 對不對 所以呢你現在可以 在移動的時候呢 你把它的Assets 設為Object為Assets 所以這個方向才會是正確的 OK嗎 好 是這樣的意思 好 我現在呢可以 在 Camera Shape 1 就是在Camera 1裡面去算一張圖 看看 應該第一個先看一下位置 對不對 Camera 1 OK Camera 1裡面呢 我們去看 阿諾的Render View 視窗把它叫出來一點 唉唷 是有沒有在跑啊 好我現在選Area Line Area Line Stop Stop Render Window Outliner 現在呢我們去選燈光 Ctrl A 我的Attribute Window Attribute Edit OK 叫出來 好 這邊有Intensity 那我們這邊先播放 這邊Intensity 拉一下看看 真的是有問題喔 發生什麼事 OK我看一下 按4 好燈光的位置好像也太低了吧 好笑 第二個呢是不是應該這個燈光要 有沒有尺寸好像要拉一下 再切到移動工具 調一下位置 甚至可能可以再拉一下 好 切到透視圖 看一下它的角度對不對 角度是對的喔 再切回剛剛的 Camera 1 Camera 1 好 這邊呢再Render一張 直接算圖好了 我先存檔喔 因為我不太確定會不會當機喔 存檔 還可以算不錯啊 對啊 現在是那個 畫面還是全黑的問題喔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視角是哪裡呢 Render Render Camera 1 如果還是黑的 我可能在想 會不會是這個檔案 其實也是有點問題 因為這個檔案其實是 舊的阿諾做的 最近發現 舊的阿諾做的東西到 新的阿諾都有一大堆問題 好像是耶 畫面還給你一下喔 先看一下這個問題 是不是剛剛講的 如果是的話我們可能就 嗯 就要把檔案整個先輸出 好 好 好